童年的心灵创伤往往需要一辈子去治愈 小妖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跟父亲和离去了战场 为了吸盐的子民 为了身上的责任 可她唯一对不起的是女儿小妖 小妖为了找母亲走丢在大荒 三百年来孤苦无依 导致她最害怕的就是一个人 哪怕是一只猴子她也想抓来 听她说话 跟她一起流浪 百年的孤独和寂寞 让小妖最渴望有人陪伴 清水镇的时候 她收留了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打仗回来的老兵 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一起过日子 后来又就了奄奄依稀的屠山景 屠山景放弃屠山市的身份 就这样陪在小妖身边六年 那些相依相伴的日日夜夜 是小妖最平静快乐的日子 也成了屠山景最美的回忆 过去的屠山景 是白玉无瑕的青秋公子 所到之处人人景仰 女子们都想嫁给她 受伤后才明白 这世间的荣华富贵 不过是浮云 真情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所以屠山景认准了小妖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 想跟小妖相守的 又何止屠山景 一直在寻找妹妹的苍炫 跟姑姑和奶奶发过誓 会跟小妖相互扶持一辈子 可苍炫除了这份感情 还有王位之争 导致她身不由己 娶了一个又一个女人 可她的心里 自始至终只爱过小妖一人 这份感情 也在最后的时候爆发出来 不惜杀了屠山景 也要得到小妖 小妖最后虽然原谅了哥哥 但最终选择更活下来的屠山景隐居 甚至都没有跟苍炫告别 等到苍炫发现时 她再也找不到小妖的任何东西 只剩下无穷无尽的长相思